那么你还有个魂魄身 魂魄身是我们这个灵身 在这个宇宙中染污了天的东西 有一个天身 你在地球上又染了地的东西 有一个地身 你现在是个人种 父母给你的人种 人的DNA 你又染了人的身 这就是天地人三身 三身古代称为三魂之身 有天魂地魂人魂之身 只要有身 它就跟磁铁一样 它有场 所以有天魂场地魂场人魂场 那么除了这个 我们人还有七魄身 七魄是七个生命体 七魄身各有七魄的义 就有它的场 七魄各有思想 七魄各有作用 这就叫魂魄身 魂魄身是你生命的主宰 魂魄入了驴的身 然后你下一辈子就是一个驴的身体 魂魄做了狗的种 然后你下一辈子就得一个狗的身体 魂魄是何去何从 天魂地魂结合 结合起来何去何从 是去了地狱 还是去了恶鬼 还是去了畜生道 还是能来人间 还是能去阿修罗道 还是能去天道 这是古圣先选早都研究透彻了东西 有六道往生之门 塞壁六道往生之门 开天门 避地户 鼎盛眼生天 那你从顶门出体 然后可以自主生死 从顶门出体 可以去极乐世界 不再入六道轮回 壁六道生死门 开启自己的极乐之门 开启自己的往生之门 这就是古圣先选 给我们指出的一个道道 可惜六道众生 没得到这个道道 没得到这个法 所以只好在六道中 生死轮回于六道之中 只能误打误创 去获得一个六道之身 不能出轮回 所以圣人悲勉 出世教化 这才有天人师 有这个佛陀 有菩萨 有教化师 来到人间 只为大家指一条明路 引导着大家出轮回 所以这是你的神识神 魂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